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统一的批命规则 我发现很多人在学八字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 叫做多套批命 学很多 这个八字用身强身弱 下个八字用格局 再下个八字用神杀 各位 学了五六套八字 批每一个八字的时候 都用不一样的方法 请问 他有办法预测未来 他的批命规则 永远都是怎样 多样化的 而且当你是多套批命规则的时候 你能做的是什么 事后的套命而已 事前的预测你根本做不到 其实你学这个干嘛 你只是学了跟人家讲故事 很像很有东西而已 可是实际上要叫你预测 未来会怎么样 你根本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五六套八字 那请问你批未来要用哪一套 你跟我讲嘛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你强调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请你从头到尾 使用一套规则就好 你不要多套规则 一下身强身弱 一下格局 神煞你也搬出来 盲派你也拿出来 五行派你也拿出来 搞的你好像 学很多东西 问题 哪有一个是你真正会的 根本就没有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一套规则 你有看我在讲身强身弱吗 你有看我在讲神煞吗 根本都没有 我们从拍影片到现在 所讲的就是五行深刻 那老师拍影片拍多久了 各位 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批命规则 所以很简单 我们为什么对批未来 我们会有很大的信心 因为我们批你过去 批你现在 批你未来 都是一样的批命方法 不会改变的 当然 我们对八字很有信心 你对八字有信心吗 我相信你对八字一点信心都没有 因为你批他过去可能用 身强身弱 你批他现在用神煞 你批他未来 你竟然用盲派 有没有这一种情况 有多的是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所使用的是多套批命的规则 当然 偶尔让你批到未来 你沾沾自喜 但是准确力多高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所以各位 你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请你们记得不要贪多 要贪金 把一派学金就好了 这样子你才不会犯了 像多套批命规则 这种情况下 你学八字 你永远都只能够事后套批 事先的预测 你是做不到的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报导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